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崇宇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岸3D 最副声明的媒体高层 他是刘安昌刘老师 刘博士好 欧博士你好 我们看到朱利尔本来前面说 还不会指示国民党的党员 现在战斗篮要开始浮血列车了 整个国民党已经明显的分裂成两半 也就是国民党有两个党中央 不过朱利尔这个党中央是不给钱的 但是韩国瑜那么党中央 可能是很能够浮血的 很能够找到资源的 现在朱利尔就忽然出了一招 说要韩国瑜回国民党中央当副主席 你怎么点评 而韩国瑜又会怎么想这件事情 你来看法刘博士 那个 博博士 我就是听了这个消息以后 我们那个香港的朋友 都觉得是比较惊奇的 一个就是不太明白 国民党这个主席 这个领导层的 他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结构 是这个朱利尔他是有很大的权力 可以任命副主席 还是那个 还要通过一定的手续 就是说开中常会 或者那个开代表大会等等 这样的形式 才能够选出一个 这个副主席 而不是说朱利尔 说那个党主席 就可以任命副主席 这种结构 首先恐怕需要 那个欧博士给我们解释一下 首先是这样 台湾的这个副主席过去呢 明明呢 在蒋经国时代就是一个 点多两个都不得了了 可是在李登辉时代啊 有一天 这个大会是在1993 1994年啊 他忽然任命了六个副主席 那么我们就知道啊 从李登辉那会开始啊 副主席的任命啊 是平党主席开心啊 说任命就任命啊 而且呢 大概只要再通过 中常会追认一下 也就可以了 而事实上副主席呢 几乎是完全没有权利 也就是主席给你一点权利 你就有一点权利 主席不找你 你比顾问呢 可能情况还高 那么这副主席还有一个呢 是未必呢 能够真的有办公室 只是名称叫做副主席 并且他的任期到哪一天 也没得啊 大概说的很清楚 可是主席就不一样了 主席是有任期的 而现在的主席人 在1月43号之后呢 他可能未必就能够啊 顺利的可以继续干下去 可是他的任期还没有到 而现在啊 韩国瑜跟这个整个战斗篮呢 摆明了就要另立党中央 到1月13等朱立伦卸任以后 或等朱立伦自己卸任以后 再过来就是等朱立伦干不下去以后 他们呢就会出来选党主席 现在这个局面就是 朱立伦看看 要不要把韩国瑜啊 现在先放进来 当他旁边的党主席 到时候呢就牵制他说 你看你是我党的副主席哦 那你可不能够说 说选就选 你得给我同进同退 现在就是打了就是这个主意 因为啊 反正副主席还爱任命1万个呢 也能够把这个 就有1万个 白贷任党排斥品 刘老师 那另外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副主席有没有薪金啊 领不领薪水啊 哈哈哈 出外的副主席 基本上是没有薪水 而且不但没有薪水 他可能还要去帮国瑜伽找钱 目前我们至少知道啊 像夏立言啊 就属于啊 表面上有薪水 但实际上呢 社会帮国民党找很多钱 他一天找进来的钱呢 一定比他的薪水呢 要多上很多倍 那么如果是像啊 咱们看到的这个 连胜文 他应该就是没有薪水 因为本来人家就非常有钱嘛 副主席呢 可以有薪水 也可以没有薪水 秘书长也一样 也可以有薪水 也可以没有薪水 因为现在整个国民党啊 基本上是缺钱的状态 所以啊 除了主发会 或者文庄会 这几个主委呢 肯定有一个 大概八到十万的薪水以外 其他就很难说了 对老师 是的 那么我们在香港观察呢 我们觉得呢 韩国瑜是否那个 出来当朱立伦的这个副主席 或者甚至要出来 当国民党的主席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数 可能会对于整个大卫之战 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最直接的一个呢 是影响到啊 这个整个国民党的啊 那个立委啊 这个候选人单啊 原来呢 也是听那个 欧博士您介绍呢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的 这个啊 基本上这个啊 候选人的权力 是在这个朱立伦的手上啊 所以提名权都是他手上 对 他是党主席 他有这个权力 那么一旦他啊 下来换了这个韩国瑜 那么这个提名权 那自然就是换人了 那么如果是韩国瑜 愿意当他的副手 是否韩国瑜 也可以分居一部分的提名权呢 就显然这个韩国瑜 当不当他的助手啊 应该是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啊 因素在那里 另外来说呢 啊 现在呢 就说啊 为什么说这个蓝白和 一直合不起来的 就说很多人说 就是朱立伦 还是想当这个立法院的院长 不愿意把这个院长 给这个柯文哲啊 我们在香港听到这样消息 也不知道是否准确 那么这个呢 就是影响到蓝白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如果啊 最近呢啊 说是韩国瑜也频频这个找这个柯文哲啊 去商谈聊天啊 到底有没有喝咖啡啊 真聊还是假聊也不知道 那总之呢 肯定一定会提提到了蓝白和的条件啊 到底这个权力应该是怎么分配啊 所以呢啊 这个啊 现在突然提出这个韩国瑜要当朱立伦的这个助手副主席 那显然就牵扯到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啊 到底是怎么发展呢 还是请听听这个欧博士的意见啊 是这样朱立伦呢 如果找韩国瑜当副主席呢 他要办法提名权给他 老实说 这完全看朱立伦一个人 那么我认为基本上啊 是不会给的 原因是朱立伦就一个人说的算 再者呢 整个不分区也好或区域立伦呢 还能够把名字给放上去的几率 已经不太高了 当然了 他可以形式上的征求附属级的同意 或者说问一下意见 顶多就是如此啊 我可以举个例来说 比如说台北市的这个立伦的其中有一位 的提名呢 张思刚 这个部分呢 他只有可能是朱立伦向这个 连胜文所争取 因为张思刚主要就是连胜文这个系统的嘛 但是不代表呢 朱立伦是因为 因为连胜文的推荐 就一定让张思刚去担任 他极有可能是 他本来就为了要产生派系的协调 所以就已经让出了几个名额给朱立伦 从朱立伦这边给出来 给到连胜文去了 所以啊 这个时候再把韩国瑜给放进来啊 能不能代表说 他要把一些立伦移民权给韩国瑜呢 我觉得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时间 首先是虚立伦已经没有几个名额 没有媒体名了 再来不愧去立伦 文上的名额 而且他还没有发出去的 那更是剩下的也不多 在这么剩下不多的职业 你想还要让给韩国瑜 我这个几率就不太大了 刘老师 是的 那现在呢 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呢 我们知道上回那个韩国瑜 韩国瑜虽然输了 但是他也有500多万票吧 好像560多万 还是多少 对 就是这个票数呢 其实人家算起来呢 比现在韩国瑜 那个侯友宜 按照这个民调 所得到的票数 要多多很多多很多 而且呢 也比那个朱立伦 当初朱立伦选的时候的票数多很多 就是如果现在韩国瑜能够在 国民党这个大选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这个角色的话 那显然这个韩国瑜带来的这个 这个票的效应呢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这个韩国瑜是否在未来能够发挥一些重要作用呢 我们觉得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要请教 当然现在目前的票数是这样 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按照比例来算的话 侯友宜机可能只有拿到250万票 甚至更低 而朱立伦当时的顶多也就是380万票 那现在的韩国瑜呢 如果他出来登高预顾 并且呢 能够拿白盒的话呢 他非常有机会拿到的是600万票 那么假设他把他买到副主席去 那就一切免谈啊 那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副主席 你啊什么话都别再说了 而且你只能听我的命令 换言之啊 我认为韩国瑜接受他去当副主席的机会更低 原因是这样 他一旦干了副主席 那么所有行动就受到朱立伦的节制了 他的战斗来服血列车恐怕就得停了 那么韩国瑜恐怕还是不要当这个副主席 这个果然刘老师也是有真知所见的 我们感谢刘老师 我们在另外一场时间来请教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谢谢欧博士